嫡姐撕了签纸,跪在地上时,我知道她也重生了。 进儿,你说什么?嫡母难以置信地拍桌而起,而嫡姐窥然不动,言语更是豪迈。 我乃家中嫡女,自当做出榜样,哪有让妹妹去的道理,连宣旨太监都为之动容。 姑娘好支气,其余大人的女儿都哭哭啼啼的,唯独林大人家的这般知晓大义。 听了这话,本在一旁沉默的父亲眼睛陡然发亮,那烦请公公在皇上跟前多替我美言几句。 他说完,上前踹向仍抱着嫡姐痛哭流涕的嫡母。 哭什么哭?进儿今日能给太后殉葬,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 还不快给她梳妆,莫让公公等着急了。 嫡姐则主动挣开了嫡母的怀抱,转而将目光投向我。 那双眼波流转的眸子里,是不甘,是仇恨,是欣喜。 我平静地对上她的眼睛,缓声开口。 嫡姐,你这是何苦? 她顺势抱住我,冰冷的声音宛若独舌般绕上我的耳朵。 妹妹,你且看着。 这一世,我会当皇后。 嫡姐走后,府中重新恢复死记。 如今政党乱世,边关战士吃紧,又逢百年难遇的大汉,国库空虚。 皇帝下旨提高赋税,还挨家挨户抓壮丁冲军,扶姚义,百姓早已苦不堪言。 前几日太后驾崩。 皇帝为名孝道,又大兴修建皇陵,累死了数千人。 午夜梦回间,太后又告诉皇帝,说她遗憾未曾有个孙媳妇。 皇帝惊醒,立即下旨命中朝臣,则一名未出阁的女儿,与太后作伴。 不从者,诸九族。 有些权势的,便贿赂太监,随便找个丫头,蒙混过关。 再次知,将女儿寻个清白人家的公子嫁了。 但像我父亲这种小官,就只能认命。 朝中官员数万人,最终共有八千名少女要被埋入皇陵。 分明都是如何肩斑娇嫩的人啊。 我听着隔壁宅院传来的哭声,和上演,两行青泪滑落。 我重生得太迟了,如今的我拯救不了他们。 但,我会替他们报仇的。 转眼就到太后下葬之日。 嫡母跪在院中,面朝北方,将头磕得血肉模糊,激进晕厥。 进而,使娘无能,使娘对不住你。 我虽不喜她的为人,却能理解几分她的丧子之痛。 她生的两个儿子悉数充君,如今不知死活。 唯一的女儿,还要生生被活埋。 哦,这倒也不一定。 我掐着时辰,想来嫡姐此时应当见到皇上了。 上一世,我被恩准归家时,嫡姐曾打探过我是如何免于一死的。 皇陵前的八千少女,各个哭得肝肠寸断。 唯独我面不改色,从容赴死。 皇帝问,你为何不哭? 我答,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 她哈哈大笑,让这等角色随母后去了,朕才不能心安。 来人,将一妃娘娘扶起来。 当时嫡姐听得极其认真。 想必在无数个难熬的夜晚,她都曾反复咀嚼过这几句对白。 如今,她也定能演好这场戏。 我漫不经心地嗅着女工,直到门外传来太监的通报声。 圣指道,针尖刺近纸端,血滴落在袖部上,运出一个鲜红的圆印。 就像太阳般,照着布中巍峰壮观的皇城结构图。 嫡姐,我重生的话,就不只是当皇后了。 嫡姐如愿当上了一妃娘娘。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父亲一连生了好几品官职,上门巴结她的快要踏破府门。 这其中,就有嫡姐上一世的夫君,正四品上旗都尉,沈渡。 但她讨好父亲并不是为升官,也非为了美人。 而是她所率的军队伤亡惨重,缺食缺药,难以为继。 可皇上不理朝政,根本看不到她请求援兵的折子。 她只听闻皇上得一心爱女子,日日诉她在宫中。 走投无路,才找到这女子母家,试图攀上关系,代为传话。 和上一世相同,父亲没受住那对金狮的诱惑,定下我与沈渡的婚约。 我亦没有推诿,在大婚前,我曾悄悄见过她一面。 一身黑衣,见眉心目,意气风发。 也难怪心高气傲的嫡姐,会点头嫁给一个四平五官。 只可惜,她死得太早了。 这一世,她足够聪明的话,我会让她活得久一些。 大婚当日,嫡姐遣人送来贺礼。 那盒子是上好的酱香黄坛所制,又用金丝绣的锦缎包着,奢华至极。 而她在宫中的奢靡,我也有所耳闻。 沐浴一次,要用近百条金帕。 想吃荔枝,跑死几匹千里马,也必须当天送达。 偶尔无聊,还要去烽火台放烟花赏玩。 当真是享尽了荣华富贵。 我打开盒子,里头放着一打厚厚的冥币,还有几只香烛。 盒底则刻着四个大字,未雨绸缪。 她大约是打定主意,沈渡会死,所以连丧葬之物都替我备好了。 我好气又好笑。 送礼的嬷嬷还在面前,我不好发作,只得回道,多谢娘娘厚爱。 小女友家书一封,烦请嬷嬷代为转交。 娘娘进宫以来,一直思虑家人,夫人有心了。 嬷嬷满脸慈祥地收下,却在出门不久,就将那家书揉作一团,扔尽枯井。 我站在窗边,将她的动作尽收眼底,一时思绪万分。 正好沈渡在前院喝完喜酒,此刻在婆子的搀扶下醉熏熏地往屋里赶。 我忙收起嫡姐送的大礼,端坐回榻上,掀完盖头,喝了合锦酒。 红烛摇曳间,沈渡坐在我身侧,却不碰我分毫。 那封信,你献给宜妃娘娘了吗? 我点头,信倒是给了,只不过如今躺在院里的枯井里呢。 沈渡面露喜色,然后从袖中掏出一打气纸。 最上头的那张,竟然是何黎叔。 我挑了挑眉,夫君这是何意? 他倒也没隐瞒,我常年征战沙场,既不常归家,生死也没有定数。 若是日后你有心仪的男子,或是我允命,直接弃我便可。 说吧,他往后翻了翻,竟全是地契和银票。 这些是父亲为我攒下的,与我是身外之物,都交由你保管。 我接过来仔细一瞧,地契上写着轩平侯的名字。 我对这位侯爷印象不深。 只记得他早早便退出朝堂,归隐山林。 怕是侯府早已衰败,无甚实权,为剩下巴蜀一带的封地, 连沈渡也只在朝中混了个四平五官。 但与我而言,这些已经足够了。 沈渡见我久不说话,又从腰间取下玉佩。 哦,这是我母亲留下的,除此之外,我再无值钱的物件了。 这玉佩才智上等,模样却有些奇怪,不像寻常玉事,倒像是我在古书上见过的某种兵符。 看来沈渡远比我想象中有趣。 我将玉佩仔细收好,奄然一笑,夫君何日启程。 他答道, 军情情急,我明日便启程。 我朝他靠近,双手搭在他的肩上。 夫君可顺路烧我一程。 沈渡上一世死得早,自然不会知晓身后事。 我最终能当上皇后,并不全靠美貌。 对内,我劝戒皇帝减少暴政,肃清朝堂。 对外,我安抚叛军皈依朝廷,保卫边关。 不出三年,原本濒临倒塌的梁朝,被我逐渐浮稳,甚至有蓬勃向上之势。 但忙活这么久,一朝重生,全都白干。 这一世,我懒得再服,一脚踹翻,岂不乐哉。 沈渡就是我极好的助力。 他驻军在关中,南有秦岭,西是拢山,北为黄土高原,东陵化山,且被黄河环绕,尽可攻退可守。 属地离关中不远,其间只隔一个汉中,资源丰富,可当后储之地。 若能将这三处收入囊中,便有了与梁朝对抗的资本。 马车上,我正研究着地图,车帘就被掀开。 沈渡将头探进来,有些惊讶道,你还会看这个? 我大方承认,会一些,怎么了? 他看向我的眼神,多了几分赞赏。 前方是岔路,我会派人送你去蜀地,就此分别吧。 蜀地不比中原,你多加小心。 我点头,忽悠想起上一世沈渡的死,心生侧隐。 近日枪足暴动,夫君也要小心。 我牵过他的手,塞进一个护身符。 毕竟夫妻一场,我做个顺水人情, 但能否杜劫就看他个人的造化了。 沈渡愣了愣,偏过头,耳尖被染得粉红。 好,多谢娘子。 我在蜀地待了三月有余, 暴政和天灾在此地的波及不大。 偶有官兵来抓壮丁, 还会被蜀地人拿大棒暴打一顿。 但长此以往,始终不是办法。 我到封地的第一件事,便是清点粮仓。 蜀地虽中年温暖,土地肥沃, 但以目前粮食的产量应对战争,远远不够。 我紧接着开垦了一小块田地, 研究水稻增产之法。 宣平侯在蜀地颇得人心, 知我是他的儿媳,不少人主动帮忙。 我延续上一世的成果, 很快便让产量增了数倍。 粮食有了保障, 我也得空钻研机关之术。 上一世粮朝国力强盛之际, 曾有西洋进贡火虫。 皇帝嗤之以鼻, 我倒把玩过几回, 想必如法炮制,不算太难。 为此,我找上了蜀地最好的铁匠。 他名李九昭, 是铁匠祖师李尔的传人, 为人正直,记忆精湛。 唯一的缺点, 就是性子古怪,沉默寡言。 我同他说什么, 他都只回个恩, 倒白瞎了那张封神俊朗的脸。 如此钻研了半月, 李九昭居然真打了支枪管出来。 正要上火药时, 铺里就闯进几个慌慌张张的农人。 柿子飞。 朝廷那边派了军队, 说是要惩治蜀地暴民。 我来到厂厅, 李姐正端坐在主位上。 他左边站着皇帝的贴身太监, 右边摇着羽扇的白衣少年, 是我上一世的熟人。 我大抵知道他们此行目的, 便乖顺地跪在地上, 参见宜妃娘娘。 话音未落, 那太监便一掌扇在我的脸上。 我煞时头晕目眩, 好半天才能重新听见声音。 大胆刁民, 竟敢对贵妃娘娘不敬。 皇帝养后宫, 跟养骨一般, 连我都吃过不少亏。 嫡姐能这么快荡上贵妃, 倒真是好毒的一只骨。 我只得忍着嘴角撕裂的疼痛, 重新问安。 参加贵妃娘娘。 姐妹之间何须如此? 嫡姐冷笑一声, 抬了抬手。 行了,都出去, 让本宫和妹妹说些梯极话。 屋内很快就只剩下我们二人。 嫡姐站起身来, 绕着我走了两圈, 又摸了摸我的粗布衣衫, 最终痴笑道。 妹妹,你这是何苦呢? 我面无表情, 属地路途遥远, 崎岖艰险。 娘娘跑这一趟, 应当不是为了关心我。 嫡姐闻言, 一把钻起我的头发。 她手上的力道极大, 几乎要将我的头皮掀下来。 可她的声音, 却仍旧娇软动人。 听闻属地民风彪悍, 对朝廷命官很是不敬。 本宫乃当朝贵妃。 自然要为皇上排忧解难, 镇压暴民。 今日一见, 居然是妹妹坐镇属地。 她停顿片刻, 扯出一个夸张的笑容。 你也重生了, 对吗? 既然已被猜到, 那也没必要再瞒。 嫡姐今日来, 若真未娶我性命, 那也休怪我无情。 我探了探秀中的软件。 重活一世, 嫡姐竟还是那么蠢。 但嫡姐并未被我激怒。 她蹲在我面前, 轻轻拍了拍我的脸。 我蠢。 我虽被困在那高院姑宅内, 可不是瞎了傻了。 妹妹上一世是如何遇民有道的, 我定能更深。 倒是你, 知道这一世斗不过我, 便想着躲在封地苟且偷生。 曾经, 我为了收复民心, 安抚叛军, 不顾后妃的身份, 亲自前往战乱之地, 分发粮草。 死招虽险, 收益却高。 民间队朝廷的院队少了大半, 我贤良淑德的名号 更是广为流传。 但嫡姐只访了个皮毛, 却少了根骨。 我反问, 那你说说, 你该如何平乱? 她笑道, 像你这般目无王法的暴民, 斩立绝。 我也笑了, 贵妃娘娘, 我当初出宫平乱, 穿烂了数十双鞋, 还染上十亿, 险些丧命。 您这八抬大轿, 锦衣玉石, 左一个暴民, 又一个斩立绝, 不像是平乱, 倒像是来耀武扬威的。 嫡姐峨眉紧促, 却说不出话来。 我便接着讽她, 我为民, 为国, 为天下。 您为己, 为利, 为富贵。 百姓们的心里, 都跟明镜似的, 不知背地里怎么说您呢? 您想当皇后, 不如再重生一次。 这话正正戳中了 嫡姐的废管子。 她气得瞪圆眼睛, 连声音都变了调。 笑话, 你可知那日在江边刑场, 我听到什么了吗? 我懒得回忆, 只知道她此刻情绪激动, 白皙的脖梗离我不足一寸, 软件锋利, 一击即可毙命, 悄无声息。 我便从后窗翻出, 去关中寻沈渡, 再做打算。 正这样想着, 门外却传来一声巨响, 休要动柿子飞, 我的手僵在了袖子里, 来得可真不是时候。 只见李九昭裸着上身, 手里挥舞着一把烧红的铁斧, 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狄姐慌乱地往后退了几步, 连话都不敢再说, 而我则被她护在怀中, 古铜色的肌肉贴在我脸颊上, 滚烫坚硬。 计划被扰乱得不爽, 也烟消云散了。 狄姐看着我俩的动作, 脸上骤然泛起诡异的红光。 好你个柿子飞, 王夫尸骨未寒, 你就与外男私通, 简直丧尽天良。 他又冲外边大声嚷嚷, 来人, 给本宫把这对肩腹淫妇捆起来。 没等到外面的官兵, 狄姐却率先挨了一巴掌。 李九昭常年打铁, 力气可比太监大。 狄姐直接失去意识, 瘫倒在地, 耳朵、鼻子和嘴角皆渗出血来。 官兵们闻声赶来, 将这小小厂厅围了个水泄不通。 他们方才被李九昭的斧头 打了个措手不及, 才让他得以闯进来。 但此刻敌众我寡, 又都是朝廷精锐, 我们怕是极难脱身。 李九昭可真不明则已, 一名惊人啊。 我小声道, 你打得可是贵妃娘娘。 李九昭缓缓放下斧头, 就在所有人以为他要束手就擒时, 他却从腰间掏出个物件来, 直直对上狄姐的脑袋。 都别动。 白衣少年大喊一声, 他见多识广, 想必知道李九昭手里拿着的 不是其他, 而是火冲。 一旦开枪, 嫡姐的脑袋将会被炸得粉碎, 他们的脑袋也会不薄。 我趁机开口, 云莫声, 你若识相, 就带着人滚出鼠地。 在场众人颇为惊异, 一个村妇, 竟认识当朝赫赫有名的白衣羽像。 云莫声眯起眼睛, 却极轻地笑了一声, 继续摇起扇子。 火冲启动须引燃火线, 不知二位可有随身带着柴火。 今日若是换个人, 已经被这新奇玩意唬住了。 可偏偏碰上的是大梁最年轻的丞相, 云莫声。 弓手之势陡然逆转, 官兵们步步朝我们逼近。 眼看那剑尖就要抵住喉咙, 门外又沸腾起来。 马蹄声, 骨脚声, 嘶吼声, 连带着屋内的顶梁都晃了晃。 官兵们调转剑锋, 西树指向门外。 在那尘土飞扬之中, 瀋渡骑红踪马, 身着银盔, 手持宝剑。 他身后是极为壮观, 全副武装的一队士兵。 对比下来, 围着我们的这数千名官兵, 显得不堪一击。 云相, 别来无恙。 瀋渡翻身下马, 一路快步朝我走来, 畅通无阻。 云莫声脸色僵硬, 你没死。 瀋渡怒道, 谁说我死了。 云莫声指了指地上躺着的那位, 贵妃娘娘说的, 嫡姐能想到我也重生, 却没想到我重生后, 会保瀋渡不死。 该说她知我冷血, 还是该说她不知便通。 你又是谁, 搂着我娘子作甚? 瀋渡看向李九昭, 眼神锐利如剑。 我连忙投向瀋渡的怀抱, 方才他们为难我, 是九招替我解围。 他垂下眸, 颤抖着俯上我嘴角干涸的血迹。 你干的? 瀋渡扬起长剑, 指向一旁装死的太监, 起了杀心。 云莫声事实提醒道, 瀋将军, 你乃朝廷重臣, 此举是想造反吗? 瀋渡哈哈大笑起来, 造反? 那也是朝廷逼我的。 关中战乱, 枪足暴动, 我带着十万弟兄前去。 归来只剩三万弟兄, 为何? 当初我尚书求援, 苟皇帝却充耳不闻, 只贪图享乐。 我驻守关中三月, 未见过朝廷的一粒粮草。 死去的弟兄, 有一半是被饿死的。 若不是我家娘子, 遣人为我送食送药, 死的弟兄还会更多。 现如今, 我眼里只有娘子, 没有什么狗屁朝廷。 瀋渡确实反了。 他杀了太监, 扣下那几千官兵, 只放了云墨声, 带着嫡姐回去。 这都在我的意料之中。 没有兵权, 想要推翻粮朝, 无异于痴人说梦。 瀋渡虽有兵权, 可他出身侯府, 祖上寿皇家硬帝, 对朝廷当是忠心不二。 若我直嘴上策反他, 估计还会被荡成疯婆, 赶出家门。 那便只有让他切身体会一番。 前有叛军, 后有一族, 军中士兵被活活饿死。 叫天天不灵, 叫弟弟不英。 而那只用自己全部身家 向朝廷换来的援军, 却迟迟未到。 这时候, 便该我登场了。 随手点几个壮汉, 为他送去挤车救命的粮草和药物, 再附上情真义切的家书一封。 夫君, 我和蜀地百姓都在等你凯旋。 至此, 稍有血性的男儿都会生逆反之心。 更何况是年轻气盛的沈渡。 他一路招贤那事, 收复叛军, 重新组编了一只沈家军, 浩浩荡荡地赶回蜀地, 正巧碰上我被欺辱。 这期间, 不能走差一步。 礼屋内, 我浮在他的胸口上, 真诚跨赞。 夫君好生厉害。 他的心跳得极快, 胸膛剧烈起伏。 都是娘子的功劳。 该说不说, 这未经世事的小将军, 却是好哄骗。 我又与他聊了些无关紧要的家常, 便相拥而眠。 待他熟睡, 我才翻身往外院走。 一地碎落的月光中, 我道, 云墨生, 你出来。 我和云墨生幼时, 相识于国子剑。 他乃贵族之子, 可随意进出听学。 我身份低微, 又是个女子, 只能趴在窗边偷听。 云墨生发现我时, 并未声张。 你是何人? 我答道, 林县城之女, 林妙。 他打量我一番, 又问, 今日夫子所受, 你有何见解? 我十分诚实, 有错。 民多利器, 国家滋婚, 人多技巧。 其物资起。 何错之有? 与人共其乐者, 人必忧其忧, 与人共其安者, 人必整其微。 民与国本的议题, 夫子将二者分开而论, 这便是错。 说完, 我脸红心跳, 仓促离开。 只听得云墨生在身后低声道, 倒真是个妙人。 后来他主动给我 送了些书籍, 我们便熟络起来, 大多是在午夜, 无人知晓的院墙下, 小声讨论对书中内容的见解。 唯有一次, 他将我乔装成丫鬟, 带入了府中。 宅院金碧辉煌, 阁楼藏书无数, 我情不自禁发出铠叹。 他打趣道, 你嫁给我, 这些都是你的。 我那时有几分期待, 在后来, 他精彩绝艳, 连中三元, 而我困于宫中, 难见天日, 我们的情意便逐渐淡漠。 也不知他今日来所为何事。 我听贵妃娘娘说, 你夫君战死, 我怕你过得不好。 云陌生的长劫微颤, 在他如此欲般脸上, 头下一片阴影。 如今看来, 想必你不需要我, 他就要转身离开。 我却叫住他, 我现在就需要你。 云陌生正住, 眸子亮晶晶的, 啊? 我从秀中掏出那日, 省度给我的玉佩。 你见多识广, 帮我瞧瞧, 这是什么? 云陌生瞧了片刻, 有些不确定。 这确实是个冰符, 我在古书上瞧见过, 好像是。 他妈撒着玉佩上的云纹, 声音一沉。 是飞云诗。 飞云诗, 我倒有所耳闻。 这是一支精锐的弩冰, 剑若飞云, 又若长虹, 能在千里外精准命中目标。 只是飞云诗神出鬼没, 分不及广, 很难召集。 云陌生瞧出了我的疑虑, 一支飞云剑便可召唤飞云诗。 这箭头就藏在虎符之中。 不愧是三岁便可提笔作诗的云陌生, 脑子真好使。 我不由问他, 云像这样帮我。 也是想造反。 他沉默半傻, 扯开话题, 这是谁给你的? 我达到, 沈渡的母亲留给他的。 云陌生勾起唇角, 冷笑一声, 还是当将军的人, 竟连虎符都认不全。 夜风微凉, 将他周身的玉兰香气吹遍庭院。 我定定看着他, 笑而不语。 我们本就是同路人, 多年默契, 一切尽在不言中。 他终是忍不住低头, 我身为丞相, 眼见百姓困于危难, 却还要为虎作娼, 当真不是东西。 云陌生的才华和品性, 我是认可的, 便顺着给了个台阶。 那为我作娼, 如何? 他郑重点头, 他明日就要启程, 护送嫡姐回宫。 我便将从前绣好的皇城结构图 给了他一份, 详指几个点位, 让他提前布置。 云陌生深深看了我一眼, 并未露出惊讶的神色。 聪明如他, 定能察觉我已非从前的灵妙。 这时, 身后却闪来一道见光。 云陌生, 你找死。 忘了, 沈渡还在。 二人围着院子鸡飞狗跳, 深夜骚扰我娘子, 你要不要脸。 我比你早十年认识妙儿, 我知道他爱吃什么, 爱玩什么, 爱看什么书。 你知道吗? 我, 这些你不知道, 那你总该知道先来后到的道理。 我是他夫君, 他亲手给我缝了护身符。 哦, 妙儿与我互通的书信, 互赠的香囊, 三个盒子都塞不下。 你, 你全都给我扔了。 不许留, 不许, 你是。 我站在一旁, 若非亲眼所见, 很难想象这是将军和丞相的对话。 终于, 一个追累了, 一个跑累了。 二人坐在台阶上气喘吁吁, 我才悠悠开口。 云莫生, 你先走吧, 我们在宫中会合。 沈渡紧紧盯着他离去的背影, 眼神愤恨。 我忙安抚道, 别担心, 他是我的人。 沈渡换了副表情, 显得有些可怜。 那我呢? 你是我夫君, 不过是顺嘴的事。 沈渡还没咧嘴笑出来, 庭院的黑暗处就冒出一颗脑袋。 那我呢? 不是, 李九昭。 他在我们诧异的目光中, 拿出一把火冲递给我。 夫人, 现在他不需要点火, 就能开枪。 原来李九昭竟独自研究这火冲到现在。 我有些感动, 将那精致的火冲小心翼翼收起来, 随口夸道。 好, 你也是我的人。 月光下, 李九昭麦色的脸上泛起红韵。 问你个大头鬼啊! 沈渡终于崩溃了。 我们在蜀地修整了一番。 伤员得到了及时救治, 留守蜀地, 负责粮草等后辈之事。 那些被扣押的朝廷官兵, 也大半招了响。 他们尚且年轻, 本都是父母疼爱的年纪, 却被抓进军营, 所以对粮草有天然的恨意。 只有几个宁死不从的, 咬舌自尽了。 蜀地百姓念及宣平侯的恩德, 有不少青壮年主动参军。 李九昭也要跟着我们走。 他打得一手好剑, 还知道如何制作火冲, 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这样一来, 沈家军的规模空前巨大。 我们兵分三路, 攻下关中, 山西, 湖北三地。 说是攻下, 其实并未耗费多大力气。 天下苦粮朝暴政久矣, 上至官员, 下至百姓, 都有至亲被朝廷残害过。 一听我们的来意, 便城门大开, 交付宝印。 倒是几个叛军头子不好对付。 我们有人马, 有粮草, 有火冲, 可哪怕实力悬殊巨大, 他们也要富于顽抗。 毕竟都是想夺得这天下之人, 野心自然不小。 我打了好几场硬仗, 又许了登基后的官职和爵位, 才堪堪收服他们。 约莫这样过了一年, 我们终于打到京城门口, 城门隐于薄雾之中, 巍峨壮观, 戒备森严。 我骑马走在对手, 仰望着这最初的敌人, 也是最后的敌人。 来者何人? 护国大将军立于城墙之上, 他四周有石门大炮, 弓箭手一字排开, 齐齐瞄准我的头颅。 你未来的主子, 我的声音回荡在风中, 久久都未散去。 大将军没想到 沈家军的首领是个女的, 脸上紧张的神色淡了许多。 姑娘,刀剑无眼, 还是把你的夫君叫过来。 沈渡高声喝道, 我就是。 大将军看清楚他的模样, 眉头紧皱。 你不是宣平侯的儿子吗? 违逆朝廷就算了, 竟还屈居女人之下。 宣平侯一世英明, 怎么生出你这种杂碎? 沈渡最初也是不肯的, 他坚信男人更会打仗。 但我指挥的战役都如有神柱般, 屡战屡胜。 久而久之, 他便从不服转为了崇拜, 甘愿听我号令。 大将军既不信我, 不如与我鄙视鄙视。 我举起手中的弓箭。 我这一箭, 若能射中城墙上的箭靶, 大将军便开城门放, 我们进来, 如何? 大将军听完, 轻蔑道, 城墙上哪有什么箭靶? 你莫要再逞强了? 我问道, 大将军连女子都怕吗? 她的眸光煞时阴冷。 若你输了, 我要你万箭穿心, 而死。 沈渡有些着急地拉住我。 娘子, 城墙上的确不射箭靶。 我淡淡撇开她的手, 搭箭, 勾弦。 风速恰合适, 一箭穿云。 大将军看向天上, 笑得十分猖狂。 我当是什么女中豪杰, 结果连准头都不知道在哪里。 她抬了抬手掌, 大喝一声, 放箭。 数以万计的箭与破风朝我飞来。 沈渡想骑马挡在我的身前, 却已然来不及。 只是那尖锐的箭头离我一寸之咬时, 骤然裂成了两半。 紧接着, 空中的箭鱼也碎裂在地, 发出阵阵脆响。 正当众人疑惑之际, 无数翠绿色的箭从四面八方飞来, 巧妙绕过了沈家军, 直冲向城墙上守卫的士兵。 顷刻间, 所有士兵的井下三寸皆中一箭, 不偏不倚, 当场毙命。 只有大将军被射中心窝。 我擦拭着弓身, 沉声道, 您就是最好的箭吧。 他难以置信地低下头。 飞云尸, 这回, 轮到我抬手。 杀。 进城后, 街边的景象惨不忍睹, 数不清的尸体堆叠在角落。 苟活的人们依不蔽体, 蜷缩在桥洞。 只有皇宫的哨水车出来时, 他们才跑出来, 风抢一通。 我看得生气, 沈渡却更生气, 拉着我不肯松手。 方才是什么情况? 仔细一瞧, 他的眼角都是红的。 我最见不得男人哭, 便将玉佩与飞云尸的种种向他耐心解释。 他的声音颤抖, 我怎么不知道? 那是你母亲的东西, 你身为将军, 连虎福都不认识。 我看他那副受挫的模样, 忍不住补充了一句, 不是我, 是云陌生说的。 好吧, 这下他彻底哭了。 美男垂泪固然是浮风景, 但如今还有最后一关未过, 那便是攻下皇宫, 杀了皇帝。 大军行至宫门时, 并无任何守卫, 可眼前的一幕却震撼了所有人。 宫门之上, 竟站着一排光着屁股的女子, 士兵们羞得捂住眼睛, 不敢再前进。 人们常认为女子是治阴之物, 而男人是治阳之物。 让女子脱了裤子, 便能以阴克阳, 克死这十几万大军的荒谬想法, 倒也只有皇帝敢于实施。 沈渡紧闭着双眼, 凑到我耳边, 娘子要通通射杀吗? 我叹了口气, 女将出列。 队伍中间很快走出一队人马。 我领着他们登上宫门, 挨个给那些女子松绑, 分发衣物。 而这些女子 面孔都颇为熟悉。 除去宫女嬷嬷外, 竟然连后宫妃嫔都脱了裤子, 站在这里。 我再次被皇帝的懦弱, 恶心到头晕目眩, 却没仔细看清 眼前的人是嫡姐。 松绑的瞬间, 她便掐着我的脖子 来到宫墙边缘。 都别过来, 她歇斯底里地吼道。 我回头看了眼五丈高的宫墙, 软下声音。 你要不先穿条裤子, 住嘴, 理解在无往日的贵女形象, 喷了我一脸口水。 我今日也要拉你一同陪葬。 天命不该如此, 天命不该如此。 我突然笑起来。 她昏黄的眼珠死死盯住我。 你笑什么? 我笑得更大声, 原来你也听到了这句话。 你什么意思? 嫡姐惊恐地站立起来, 我顺势凑到她的耳边。 你以为能当上皇后的人, 那么容易被你淹死吗? 那日江边刑场, 我不顾皇帝的阻拦, 执着地走向嫡姐时, 耳边正是这句话。 天命不该如此, 我不知道那是谁的声音。 但让内安外, 重建王朝, 这桩桩渐渐, 皆是我做的。 凭什么受万人朝拜, 享尽荣华富贵的是皇帝。 日后载入史册, 刘芳千古的也是皇帝。 是的, 天命不该如此, 天命不该如此。 那个位置, 本该属于我。 我任由嫡姐抓住我的裙摆, 将我拖入水中, 求生的本能让她踩着我往上扶。 我却紧紧拉着她的脚踝, 与她沉入黑暗无边的江水之中。 在睁眼之际, 我们果真双双重生。 所以这一世, 天命该如何, 嫡姐你是看不到了。 袖中软剑终于出窍, 一箭封喉。 嫡姐跌下城墙, 挣扎几下后, 便没了动静。 进入宫内, 王公贵族们正在御花园设宴。 宫愁交错, 声歌四起, 好不热闹。 几十道精致的菜肴被呈上来, 没动两块, 又被撤掉。 酒更是如流水般倒入河中。 难怪连哨水车都会引来百姓疯抢。 我一刀扔过去, 正好刺中一名官员, 鲜血四箭。 现场瞬间混乱不堪, 父亲也在其中, 他一眼辨认出我。 妙儿, 你要做什么? 我副手而立, 速声道, 清军策。 父亲回过未来, 破口大骂, 你这个不忠不孝, 不仁不义之女, 当初就该跟着你的妓女母亲一起滚出临府。 父亲自敌解入宫后, 试图一路通畅, 如今也坐上太妇的位置。 但他忘了, 他的第一个官职, 是我母亲用身体换来的。 我浅笑吟吟, 我不想担上是父的罪名, 还请父亲自行了结, 莫要让我为难。 就像他寒冬腊月, 将刚生产完的母亲赶出府门, 还美其名曰。 清官不能有污点, 别让我为难。 父亲看着眼前的匕首, 气得青金爆起。 皇上会将你这个不孝女无马分尸, 碎尸万段。 皇上, 我摊开手, 环顾四周。 王公贵族们, 该图的图, 该杀的杀, 哪还有皇帝的踪影? 不过算准时间, 云陌生此刻, 应该已经抓住皇帝了。 果然, 太和殿的上空燃起烟花。 我喊上沈渡和李九昭, 又点了几个信任的将士, 往太和殿赶去。 以皇帝的性子, 逃跑是必然的。 上一世他对我用情置身, 将宫内的密道悉数告诉了我。 生怕我哪日遭遇不测, 如今我让云陌生提前在各个密道设置关卡, 果真抓住了他。 皇帝本已颓丧至极, 见了我又兴奋起来。 朕, 朕都听贵妃说了, 我们上一世是夫妻, 对吗? 我听得眉毛一抖。 一日夫妻百日恩, 你叫什么来着? 妙儿。 看在我们曾当过一世夫妻的份上, 放了我吧。 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我不想死。 这玩意儿的脾性就没变过, 好意勿劳, 软弱昏庸。 治国无能, 床子之事上却花样颇多, 给我留下不小的心理阴影。 但我不能亲手杀了他, 结我心头之恨。 我养起剑, 指向太和殿内的龙椅。 谁先杀了他? 我停顿片刻, 将剑锋挪了两寸, 落在龙椅后的凤座上。 那个位置就是谁的? 请客间, 沈渡利刃出鞘, 李九昭举起火冲, 云莫生掏出匕首。 三气齐发, 皇帝的死状不可不畏之惨烈。 几滴血剑在我脸上, 淡淡的腥气萦绕鼻尖, 倒好闻极了。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我侧眸, 微微勾起唇角。 是沈渡最先反应过来。 他双手捧剑, 跪在地上, 重重磕了三个响头。 紧接着李九昭也跪了下去, 然后是云莫生和身边的将士。 最后, 自太和殿到御花园, 乃至整个皇宫。 所有人跪地都向我朝拜。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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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一片呼声中, 登上御街, 俯瞰群臣。 天命, 我, 即是天命。 登基三年, 梁朝达到鼎盛之期, 万国来朝。 使者们看着京城内连小孩 都会把玩得火冲, 将那稍显粗糙的物件藏了起来, 陷入沉思。 这梁朝, 都发展成这般模样了。 我笑意盈盈, 爱卿们不必自卑。 那指南针就十分新颖, 朕的云贵君很喜欢。 沈皇夫掐了掐我腰, 小生称怪, 怎么都不为我留点什么? 他和云莫生争风吃醋了两年, 我早就看你了。 沈渡好歹是我的正式夫君, 却一点气量也没有, 整日都以打压后宫南非为乐。 云莫生更不用提, 文官本就尖酸, 何况他是文官之首, 早就被淹入味了。 若是稍微冷落他几天, 光是酸话都能出本书。 李九昭最得我心, 话少, 活好, 不争宠。 没事的时候, 就在宫部打打铁, 研究新的机关, 十分上进。 我正琢磨着 哪日也给他生至贵君, 身下就传来剧痛, 皇上要生了。 一时间, 产房外热闹得很, 都在争孩子的父亲是谁。 我乃皇夫, 嫡女必定归在我的名下。 十月前的今日, 皇上宿在了我的宫中, 哪有如此巧合。 十月前, 皇上可是一脸宠幸, 我了五天, 才五天。 哼, 产房内传出婴儿的啼哭声, 众人急坏了, 连连围上去。 女太医走出来, 冷声道, 是个皇子。 众人哀声叹气, 唯独云墨声端坐一旁, 不动如山。 皇上平日教习不偏重男女, 只注重才能, 你们都学哪里去了? 这皇子你们不喜欢, 不如给我。 他话没说完, 屋内又传出啼哭声。 女太医十分激动, 双生胎, 是个皇女。 云墨声, 装过头了。 我登基的三十余年, 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自从冬日患上科疾后, 我深知十日不多。 年少的爱人皆因伤病, 先后离我而去。 女儿远在他乡, 身边唯有儿子和几个孙子孙女在照抚。 迷留之际, 我恍惚想起当年, 先太后驾崩, 竟让八千少女为其陪葬的荒唐事, 默然叹息道, 天命不该如此。 然后, 我才惊觉, 这声音竟如此熟悉。 原来几十年前, 江边那个苍老有力的声音, 竟是我自己。 天命不该如此。 天命, 本该如此。 故事二, 这是我们桃荒的第七日, 初秋的夜半, 寒意凛冽, 我窝在一堆甘草里, 眼巴巴地看着弟弟和妹妹吃着地瓜粥, 虽然很稀, 但是很香。 娘说, 姗姗, 你大一些, 可以挨饿, 这粥就留给弟弟妹妹吃, 我一口都没有得吃。 娘, 那你和爹年纪都我比大, 为什么你们还吃地瓜粥? 爹看我一眼, 垂下了头。 我娘倾壳一生, 你弟弟妹妹才一岁多, 经不起恶。 我和你爹, 年纪太大, 也经不起恶, 所以, 才五岁多的我, 很经得起恶吗? 我明明也很恶呀。 夜里, 我窝在一堆甘草中, 又冷又恶, 辗转许久, 才抵挡不住困意, 迷迷糊糊地睡过去。 后来, 我听到一些声响, 娘说, 虚, 轻一些。 嗯, 不知是弟弟还是妹妹, 一一压压中, 被捂住了嘴巴。 爹说, 秀儿, 俺们真的不要姗姗了吗? 我娘说道, 你嚷嚷啥子? 俺们就在是桃荒去北方找表叔, 带这么多人去表叔乐意吗? 再说了, 仅剩的那些口粮, 为我们自己都不够。 横竖他也不是俺们亲生的, 俺们养他几年, 已是极大的恩德。 快走, 娘催促道。 爹轻叹一口气, 我好一会儿才从干草堆里爬起来, 看着夜色之中 他们渐行渐远的背影。 养了我几年, 他们心里有没有一点舍不得我呢? 眨了眨酸色的眼睛, 我不想哭。 可是眼泪不听话地流出来。 五年多前, 我是被遗弃在山中的婴儿, 被张家村的村民捡到。 成亲多年, 没有儿女的张富贵两口子, 好心地抚养了我。 三年多之后, 我养母张秀儿有喜, 生下一对龙凤台。 从此, 我便失宠了。 但是荒年来前, 他们没有短我吃喝。 如今, 也是为了保命, 才不得不将我遗弃。 我尊重他们的选择, 也理解他们的无奈, 所以, 我没有上去纠缠。 生我者, 尚且遗弃我。 他们与我并无血缘, 却抚养了我几年。 我不怨他们, 怨爹、 娘和弟弟妹妹, 从此平安、 健康, 过上一顿能吃四个菜的好日子。 我盘腿坐着, 认真地向老天爷祈祷。 等来黎明, 我将甘草捆一捆, 用同式甘草缠成的草绳 背起那一堆甘草。 突然, 一个地瓜从草堆里掉出来。 我弯腰捡起地瓜, 知道这一定是我的养父 偷偷地留给我的。 我太饿了, 一口气吃掉半个地瓜。 秋日的早晨, 很冷, 但是有朝露。 所以, 我要早早地出发, 循着一路上的朝露舔过去。 舔掉许多朝露, 我终于觉得不口渴了。 但是, 我一个五岁多的小孩, 一个人根本无法生存。 所以, 我到处走, 到处问, 有没有好心的人家 要养小孩。 大家纷纷摇头, 我没有死心, 一路走一路问。 问了两天, 我的地瓜已经吃完。 梁国南方六州一带, 三年大旱。 大人们说, 朝廷多次派人震灾, 奈何贪官污吏当道, 活不下去的百姓 只好朝着东, 西, 北三方逃荒。 我们是逃荒的第一批人。 有人说, 再晚一些, 怕是连树皮都啃不上了。 可是, 这一路上, 还是偶见饿嫖。 我饿得手脚发软, 我想, 我很快, 也是这桃荒路上的饿嫖之一。 晚上, 我跟着一个村庄的村民, 一起到林中歇息。 他们升起火堆, 驱散秋日的寒意。 没有人会害怕野兽, 因为当下什么野兽都凶猛, 不过我们这些恶兽。 日暮来时, 大家开始吃晚饭, 我的肚子饿得一直咕噜噜地唱着歌。 我看着他们, 忍不住抬起手擦了擦明明很渴, 却还留得出来的哈喇子, 忍了又忍, 实在没有忍住, 继续去问那些人家。 叔叔婶婶, 你们想要养小孩吗? 大伯, 大娘, 我很乖的, 也会干活, 你们可以养我吗? 爷爷, 奶奶, 你们家还差小孩吗? 我吃得很少哦。 他们纷纷摇头拒绝, 这两天下来, 我一共问过九十九户人家, 可是没有人想要养我。 夜里, 我太饿了, 晕沉沉地躺在我的甘草堆里, 我感觉我的呼吸渐渐地慢下来, 我快要死了吧? 这里挺好的, 四周风林通透, 瞧着是一个风水宝地, 就让我死在这里吧, 来生, 愿我能做一个备受父母, 亲人疼爱的好命小孩。 喂, 小孩, 小孩, 醒一醒, 我的嘴巴里有水浸润进来, 我下意识地张开嘴, 缓缓地吞咽, 汁水竟然是甜的, 不, 是香甜的, 果子的香甜, 这令我下意识地用力吞咽着, 仿佛是干枯的生命, 想要得到复苏。 小孩, 醒一醒, 有人在轻轻地拍着我的脸, 过一阵子, 我感觉我活过来了, 缓缓地睁开眼睛, 模糊的视线, 在逐渐地清晰, 映入我眼帘的是一个穿着蓝衣的年轻叔叔, 我微微抬眸, 在他的头顶看到了沾染着黑气的紫红色气韵, 你, 我骤然惊醒, 我很小的时候, 就有一些奇怪的记忆, 记忆里, 我是一条又小又肥的锦鲤, 而我生来就可以看到 每个人身上的气韵颜色。 当初, 我被张家村的村民交给张富贵夫妇抚养的时候, 我看到张富贵夫妇的头上都是白色气韵, 这代表他们无后, 没有仔细缘分, 他们抚养了我, 待我极好, 紧过三年, 他们的气韵颜色, 就变成跟正常人一样的淡灰色, 又过数月, 我的养母张秀儿游喜了, 许多寻常百姓的气韵, 都是灰色的, 大富人家, 气韵是绿色, 不同的富就是不同的绿色, 浅绿, 深绿等等。 大富之人, 气韵颜色是蓝色, 大运之人, 气韵颜色是黄色, 大财之人, 气韵颜色是红色, 而大财大运之人, 是紫红色。 我眼前的叔叔, 头顶上的气韵是紫红色, 只可惜, 这气韵沾染着代表死亡的黑气, 他命不久矣, 小孩, 你终于醒了, 他将手里捏碎的小果子给我, 说道, 偶见的一颗污肚子, 给你吧。 我接过果子, 谢谢。 这个叫污肚子的果子, 很甜, 很好吃。 我吃完, 抬眸一看, 发就天色已亮, 众人纷纷地离开了。 你家人呢? 快去找你家人, 他站起来就要走。 我抬眸, 看着他背着的一摞紫书, 他是一个书生啊, 难怪了, 似他这般好心, 且有大财大运的人, 年纪轻轻就死掉, 实在可惜。 如果他能得长寿, 那么以他的 大财大运的命数, 定能造福天下百姓。 我突然想, 既然我能够给原本没有 仔细缘分的 张富贵夫妇转运, 让他们获得仔细缘分, 那么我或许 也能改变 这位书生的寿术, 帮他转恶为顺。 叔叔, 我猛然伸出脏兮兮的小手儿, 紧紧地拉住他的衣袖。 嗯, 他回眸看我, 叔叔, 我没有爹娘, 我的养父母养不起我, 也遗弃了我。 您愿意养我 这个小孩吗? 我很乖, 很好带, 吃得很少。 他笑着伸手 揉了揉我的小脑袋, 犹豫好一会儿, 他点点头, 也罢。 我截然一身, 遇到你也实属缘分。 我抬眸看着他, 问道, 那我要如何称呼您? 我养你, 我是你爹。 爹? 我叫珊珊。 他不由得一笑, 名字挺可爱的, 当作小名吧。 他竟也不问我的过往。 先垫下肚子, 他从行李里 拿出半块干地瓜, 递给我, 以后你就叫福宝, 我是你的爹爹。 我伸出小手, 接过地瓜, 乖巧地道, 多谢爹爹。 爹爹说, 他姓李, 名忠义, 自怀林, 是一个大龄穷酸秀才。 此番桃荒向西, 投奔他在西四周 做码头货运生意的堂书。 我看着爹爹头顶的气韵颜色, 指了指北方, 说道, 爹爹向北去, 前途无量。 向北, 爹爹低笑, 又长叹一声。 我若往西, 那是为了活着。 我若向北, 那是为了报复。 我看着他, 什么是报复? 爹爹目光远眺, 看着北方, 与我说了许多话。 等他回头, 见我一脸茫然, 不由地轻叹, 福宝还小, 不懂也是正常的。 我毫不羞愧地点头, 扯了扯他的衣袖, 爹爹是书生, 以后教福宝读书十字, 福宝就能懂爹爹的报复了。 北去贵人多, 但是那边没有亲属, 很难立足。 西边复述, 又多平民, 更利于我们立足, 爹爹仍想去投奔他的堂书。 可是, 我觉得他头上的死亡黑气, 跟他的决定应该有关系。 我劝他, 很多人和爹爹的想法一样, 所以, 逃往东, 西两边。 可是, 既然爹爹有才华, 又有报复, 和不如向北去。 去最繁华的京都, 拾救您的报复。 爹爹沉默了一会儿, 终于点点头, 语气决然。 好, 那我就听我的小闺女一回, 我们改道而行。 途中, 爹爹总是牵着我的手, 生怕我走丢。 福宝, 原本我的心里有挣扎, 有不甘, 可是, 我没有足够的勇气北上。 嗯, 我抬眸看他, 他低头看着我, 那张又黑又瘦, 五官却清俊的脸庞上, 笑容温序, 是福宝的话, 让我放下胆怯和犹豫。 爹爹放心, 福宝有预感, 爹爹此番北上, 一定能够实就自己的报复。 可是就在改道北上, 路途更遥。 爹爹笑说, 我们妇女俩很可能要靠乞讨, 才能到活着到京都。 他说, 他拉不下脸乞讨啊, 这可怎么办呢? 爹爹, 没有关系, 你还有福宝啊。 我拍了拍他牵着我的手, 安慰他, 如果爹爹放不下脸面去乞讨, 那我就沿途乞讨, 养爹爹。 哈哈哈哈, 小福宝, 你真是爹爹的好闺女啊。 赶路一天, 爹爹晚上又给我半块地瓜, 我半块, 他也半块。 爹爹, 你吃, 福宝还不饿, 我将那半块地瓜递给他。 怎会不饿? 你都快一天没吃东西了。 我还是坚持说道, 福宝人小, 肚子也小, 不像大人那么容易饿。 他笑着轻弹, 移下我的额头, 语气却严肃地说道, 谁跟你胡说八道的, 你人小, 更容易饿。 他推回我手里的地瓜, 催促道, 快吃吧, 渴了还有水。 我吃完地瓜, 确实很渴。 他将他的水壶拿来, 在我伸手要接的时候, 他说道, 你抬头, 张嘴, 爹爹喂给你。 啊, 我乖乖地扬起小脸, 张开嘴巴, 水缓缓地流入我的嘴巴。 我猛喝两口, 好了, 很缺水, 留一点给我喝, 爹爹收起水壶。 快天黑了, 大家都准备歇息。 爹爹跟着众人, 一起去寻干草打破郁寒。 我拿过那个水壶, 晃了晃。 那水壶里头, 根本就没有水了。 我抬起头, 轻柔一下眼睛。 可是, 眼睛就像掉入沙子, 越来越酸涩, 越来越想哭。 入秋的夜, 一日比一日冷。 沿途逃荒的人那么多, 甘草都不够用。 爹爹是一个书生, 比起许多人要文弱一些。 他没有抢到甘草。 爹爹, 把我这个铺薄一些, 够我们躺的, 我推一推我的那一堆甘草。 他看着我, 笑道, 还是小福宝聪明, 一直背着甘草。 我们把甘草铺开, 刚好足够躺下。 可是, 如此一来, 我就没有甘草当被子盖。 爹爹将他很宝贝的圣贤书叠一起, 给我挡着一面的风, 他躺在另一面, 给我挡着风。 爹爹, 我还是觉得冷。 福宝是小孩, 耐不住冷, 他脱掉他的外衣, 又拿出一件满是补丁的旧衣服, 都盖在我身上。 爹爹, 我们靠在一起, 互相取暖吧。 可是, 爹爹摇头, 他说福宝一定要记住, 男女瘦瘦不亲。 哦, 我有些纳闷地挠了挠头, 瘦和瘦的, 就不能亲近。 可是, 这荒年哪里有胖子呢? 哎, 水壶里没有水的事情, 我没有戳穿爹爹。 一日, 我告诉爹爹, 黎明前就赶路, 一路舔招路, 可以解渴。 温雅斯文的书生爹爹表示他做不出舔招路的举止, 他也不让我舔。 我问为何? 他说, 不文雅。 他说, 福宝在小, 亦是供养家, 要注重严举休养。 可是, 爹爹, 如今, 我们还未走出大旱的南方六州。 食物少, 又取水, 这样下去, 我们不饿死, 也要渴死。 小福宝, 莫吉, 他安抚地摸了摸我的小脑袋。 后来, 我看到爹爹拿着水壶, 沿途收集露珠。 我此前怎么没有想到这一招呢? 继儿, 我又想起来, 我连水壶都没有啊。 我舔了舔干燥的唇瓣, 爹爹, 我渴, 想喝水。 他看我一眼, 不能喝。 啊? 为何? 我拿过水壶晃一晃, 抬眸看他, 爹爹, 不少露水了。 再等一等, 他继续沿途收集露水。 我们一路北上, 随行的人群不断错开, 人流逐渐地减少。 太阳出来好一阵, 朝露散了。 爹爹收集到半壶的露水。 我向弯了眉头看他, 爹爹, 可以喝了吧? 然而, 爹爹还是摇头, 小福宝, 莫吉。 这还不急, 我渴得说话的时候, 嗓子都干涩得疼了。 可是, 爹爹我渴, 渴也不能喝。 呜呜, 这个狠心的爹爹, 怎么连一口水都舍不得给我呢? 黑心干的, 就在我心里埋怨爹爹时, 只见他往一棵树下走过去, 拿下背着的那一口锅, 建起土灶台, 折下树叶, 沾一些水, 擦一擦锅内。 他捡来柴火, 将收集来的露水倒进锅中。 爹爹, 烧水啊, 我走到他身边蹲下。 这朝露瞧着成澈, 其实不少脏东西。 福宝是小孩, 当下荒颜, 吃喝不好, 身子瘦弱, 应当更加注意。 所以, 爹爹刚才一直不让我喝水。 他不答, 只笑着问我, 福宝会天柴烧火吗? 会。 那你天柴烧火, 水开始在喊跌跌。 他起身, 走到挤杖之外, 收甘草。 我还以为他是怕夜里睡觉冷。 然而, 他抱着甘草过来, 坐到一旁就挑选出比较长的甘草, 开始编。 我瞧着他编的甘草, 也不似要编草绳, 忍不住好奇地凑过去。 爹爹, 您编什么呀? 他看我一眼, 给总是光着小脚丫子的福宝, 编一双漂亮的草鞋呀。 真的吗? 我开心又期待。 秋一见农。 我每天早起的时候, 脚光秃秃的, 咳冷了。 水煮开, 爹爹说放着晾一晾。 等不烫嘴了, 福宝再喝, 想喝多少就喝多少, 爹爹说道。 嗯, 我和爹爹一起喝。 好。 我又走到他身边蹲下, 看着他给我编的草鞋。 草鞋编好, 在鞋头编着一朵很好看的花朵, 大大的, 比我的脚丫子还宽。 爹爹, 这是什么花? 牡丹, 人间富贵花。 哦, 我把鞋子穿上, 摆弄一下花, 觉得甚是精致好看, 爹爹还会编其他的花花吗? 会。 那等福宝穿坏这双鞋, 爹爹下一次可以给福宝编其他的花朵吗? 不能。 为何呢? 我不禁有些失望。 因为爹爹希望福宝就像牡丹, 富贵悠然过一生。 我闻眼, 开心地笑着。 我们穷人最想要的, 可不就是富贵吗? 书生爹爹是真心待我好的, 对吧? 我们喝完水, 又各吃半块地瓜, 便继续赶路。 爹爹, 您怎么会编草鞋呢? 我何止会编草鞋, 他嘴角微勾, 笑着说道, 我会得可多了。 我诧异地抬头看他, 很是崇拜, 爹爹好厉害。 那您都是跟谁学的这些呢? 跟书先生。 啊? 他牵着我的手, 笑声爽朗, 书中自有颜如意, 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还有白宝箱, 小福堡以后努力读书, 也能跟爹爹一样, 会许多东西。 所以, 书先生就是书。 可是颜如意又是什么? 我不解得挠挠头。 哎, 我这就是吃了没读书的亏。 爹爹用草编了一个兜子, 将水壶放进去。 一日早晨, 我挂着水壶在脖子上, 一路收集昭露, 而爹爹拿着那一口锅收集昭露。 我们将露水煮开, 装满一水壶, 剩下的就努力喝光, 短时间内都不会口渴了。 这收集露水的办法, 我们也毫不吝啬。 交给其他人。 为了跟人群错开, 得到一定的生存资源, 爹爹经常带着我抄小道走。 福宝, 你是爹爹的救星, 爹爹说道。 我抬眸望着他, 爹爹, 你也是福宝的救星。 他一笑, 拍了拍我的小脑袋, 将最后一块地瓜递给我。 吃吧, 再坚持一下, 我们很快就可以离开南方六州之地了。 我捏着地瓜, 咬一小口。 趁着爹爹没看到我的时候, 我将地瓜放到衣服胸口里了。 虽然, 我的衣服都已经脏臭了, 但是谁又在乎呢? 我们只想要活下去。 光喝水的爹爹, 终于在第二天的下午, 倒下了。 我将剩下一点地瓜拿出来, 咬了一口, 将最后一口喂给他。 爹爹却撇开了脸, 说道, 福宝自己吃吧。 我看着他头上骤然变得浓黑的黑气, 心里又慌又急。 原来, 想要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是这般的难。 可是, 我好想救他。 如今, 我们仅剩这真正的一口粮, 与其说靠这一口粮活下去, 不如说是靠意志力。 疯狂想活下去的意志力。 爹爹, 你不要死。 大家的粮食都吃完了, 你若死了, 福宝就没有人护着了, 福宝会被别人吃掉的, 您不是说等啃光了树皮, 坏人就要吃小孩了吗? 呜呜。 途中, 爹爹跟我说过史上过往的荒年。 一子而食的故事。 他说, 我很幸运, 因为我不是赶在最后的一批逃荒者里, 否则, 像我这般独行的小孩, 说不定都活不过第二日。 但是, 我觉得我最幸运的是, 是遇见书生爹爹啊。 福宝, 爹爹缓缓地睁开眼睛。 我一边轻拍他的脸, 一边将用水软化过的地瓜喂到他嘴里, 爹爹, 为了福宝, 您也要活下去。 更何况, 福宝昨晚梦见, 爹爹还穿着青色的官袍, 可威风了呢。 爹爹, 您别忘记了您的报复啊。 呵呵, 爹爹低笑一声, 最后他吃下那口地瓜。 南方六周之地, 就像一个地狱。 也许是爹爹走不出去, 也许是我走不出去。 第二天下午, 我太饿了, 已经丝毫走不动道。 爹爹没有犹豫地丢掉他的所有圣贤之书, 背起我。 他说, 福宝, 你一定要坚持下去。 当爹爹当了大官, 我的闺女就是千金大小街。 福宝长得这么俊, 长大了一定是国色天香的美人。 爹爹, 国色天香是什么? 爹爹解释着, 可是, 我听不到了。 小福宝, 福宝, 福宝你醒一醒, 特别香。 我疯狂地嗅着这股香味, 那是肉的香味。 突然, 我猛地惊醒, 我不会是被人烤了吧? 醒了, 熟悉的声音, 骤然驱散了我的恐惧。 我转过身看去, 爹爹, 爹爹眉眼染上笑意, 嗯, 醒了就好。 我扎拔一下嘴巴, 爹爹, 我活着呢? 不然呢, 他朝着我招招手。 我站起来, 迈着小短腿走向他, 他从叶子遮掩之下, 拿出许多黄灿灿的小果子, 擦洗过的, 你快些吃吧。 我拿起一颗, 尝一下, 与我嘴里的味道一样。 爹爹第二次, 用果子救活了我。 福宝, 你是一个极有福气的孩子。 爹爹说, 我们就快要饿死了。 可是, 偏偏能够见着路边的一棵金英子树。 奇怪的是, 前方有人经过, 竟然都没有发救。 爹爹说, 真是怪灾。 他摘下金英子, 喂给我一些, 自己吃一些, 背着我走了一天一夜, 就快要走出南方六州了。 这一带不是特别干旱的地方, 但是前方还有人, 有些什么吃喝, 也被抢光了。 那, 爹爹这个事。 山鸡爹爹朝着我, 自豪地说道, 这山鸡十分狡猾, 又会跑又会飞。 走得又都是险道, 树林深处, 多有蛇虫, 又极善藏匿, 所以, 常人难以捕捉。 那爹爹如何捕得? 又捕, 又捕。 原来, 爹爹是学母鸡的叫声, 把公山鸡给诱出来, 用草绳放下。 等公鸡寻声去找母鸡的时候, 脚踩入草绳的圈子里, 爹爹就猛然收绳, 再猛扑过去, 就将山鸡带住了。 爹爹好厉害。 福宝, 这叫足智多谋。 他教我正确夸他。 我边吃金鹰子, 边笑弯了眉, 一次次夸他足智多谋。 我问爹爹, 为何不煮一锅鸡汤? 爹爹说, 这种山鸡体积比较小, 烤过之后, 吃完肉, 把骨头烤一烤, 还能一并吃了。 我瞧着, 这山鸡确实比以前我们在家里养的鸡要小得多。 爹爹将烤好的鸡翅 和鸡腿都给我吃。 他说, 他不爱吃这一些。 等我吃完鸡腿和鸡翅, 爹爹将其他部分的鸡肉给我。 我没有接, 摇摇头, 爹爹, 我也不爱吃那一些。 爹爹笑了笑, 没有说什么, 将鸡肉撕下来, 全都吃完, 又把一些金鹰子的汁水 涂抹在鸡骨架上, 生炭火烤。 他说, 这叫烤鸡骨架。 烤了许久, 金灿灿的, 透出鸡骨头的香味。 来一块尝尝, 他掰一块骨头下来递给我。 哥, 我一咬, 很香脆, 带着一些金鹰子汁水的甜味, 爹爹, 很好吃。 我的爹爹, 果然从书中这个百宝箱里, 学到许多东西。 以后, 我也要好好读书, 要像爹爹一样厉害。 我们没有继续赶路。 爹爹说, 他在一个很深的林子里, 发就一个水潭。 还有山基, 那地方, 没有别人发就。 小福宝, 我们就在这里休养一番。 等明日, 爹爹再去给你钓一只山基。 捕捉这山基, 是用绳子诱捕的, 所以, 它笑称为钓基。 晚上, 我数了数金鹰子, 还有十一颗。 我问爹爹, 您吃吗? 不吃, 福宝多吃一些, 留着几个就行。 哦, 我趴在甘草堆里, 有些嘴馋, 忍不住吃了几个, 留下八个。 这是我逃荒来, 第一次吃饱饱, 睡暖暖。 一日, 爹爹问我, 福宝昨晚做什么美梦了? 啊? 福宝昨晚睡觉, 一直在咯咯笑着, 梦见什么好事了吧? 他眉眼温润, 揉一揉我的小脑袋。 我扎吧一下小嘴, 老师说道, 梦见吃烧鸡了。 哟, 小蝉猫, 他取笑我。 收集一波露珠之后, 他就去编一条细细长长的草绳, 弄了圈。 爹爹, 去钓鸡吗? 可不是, 要给我的蝉闺女, 钓山鸡吃。 我挠挠头, 黑黑地傻笑着。 我和爹爹蹲守半日, 终于见到山鸡的影子。 不过, 爹爹说, 那是一只母的。 我问爹爹, 那怎么办? 那我就得学公鸡叫, 这都行。 爹爹, 这世上还有您不会的事情吗? 当然有, 而且很多。 后来, 爹爹真的学公鸡叫, 并成功地捕捉到那只肥肥的母鸡, 瞧着比昨晚那只公山鸡的体积肥大。 爹爹说, 这山鸡的品种, 很可能就是母鸡的体积, 比公鸡的大。 那深深的丛林里, 有一个水潭, 可是, 那么深的野林子, 很容易有毒舌。 爹爹万分之小心地查看之后, 才过去挖出一条小水渠, 再流出水的下端, 挖一个水坑, 等水清澈了, 杀鸡清洗。 之所以不凑近水潭边洗, 是不想污了那一潭水。 今日的鸡不是拿来烤的, 而是放入剩下的八个金鹰子, 煮出一锅鸡汤。 爹爹, 怎么不吃烤鸡了? 想起昨日的烤鸡, 我忍不住擦了擦哈喇子, 回想一下而已, 都香的哟。 爹爹一边拾柴火, 放入土灶台里, 一边笑着看我, 小福宝, 你知道你爹爹有一个外号叫什么吗? 什么呀? 除神。 啊, 我看着他文弱的模样, 实在难以相信, 摇了摇头, 说出大实话, 爹爹, 您是不是欺负我以前不认识您? 跟小孩吹牛吧, 欺负我年纪小, 好骗吧? 你这孩子, 爹爹笑着指了指我, 一副要叫我福气的语气, 你就等着瞧吧。 煮开的鸡汤, 浓郁香味逐渐地溢出, 诚如爹爹所言, 那鸡汤, 鲜甜浓郁, 十分美味。 爹爹, 我就没有喝过那么好喝的汤。 长期没有盐, 大人都难以忍受, 更何况是你一个小孩。 虽然跟盐巴不能相比, 但是这精英字 也能让你抵挡一阵子。 晚上, 我迷迷糊糊地窝在甘草堆里, 爹爹轻摸着我的头, 说着这番我听不太懂的话。 无所谓, 不管是什么, 只要爹爹在福宝的身边就好。 我安心地顺着困意, 沉睡过去。 我们在那儿休整四日, 吃掉两只鸡, 整个人都精神多了。 往后两日, 爹爹又掉到三只山鸡, 一只小母鸡, 两只大公鸡。 爹爹用树枝编成两只笼子, 拿来装鸡。 他说, 这鸡我们暂时不吃。 我好奇地问, 爹爹, 为何这个大笼子装一只大公鸡和小母鸡? 怎么不装两只公鸡呢? 一山不容二虎, 除非一公和一母。 爹说, 两只公鸡在一起, 不出一个时辰, 肯定打得你死我活。 唯独一公一母在一起, 才能相安无事。 另外, 他在抓山鸡的地方, 拔了许多嫩绿的草, 拿来喂鸡。 一大早, 我们就赶路。 我背着装一只公鸡的鸡笼子, 剩下的全是爹爹背着, 拎着。 如往常一般, 我们沿途收集露水。 那水潭的水, 我和爹爹不取。 既然我们能够看到, 以后逃荒的人也可能看到。 多留着一些水, 对于逃荒者来说, 兴许就是可以救命的。 我们修养得好, 接下来连续赶路半个月。 期间, 把我背着的大公鸡杀了, 把鸡肉烤干一些, 每日各自食用一块。 梁国天下分四方诸侯, 分别束手东、西、南、北方, 各方又分六州。 继续赶路的第二十七日, 我们终于离开南方六州, 进入北方六州。 与旱灾地区的萧条比起来, 北方一路山水, 万物好景。 我和爹爹经过一条河, 水光炼焰, 清澈干净。 我们跑进河里, 弯下腰, 用手淘水喝, 疯狂肆意地喝。 这感觉, 太畅快了。 爹爹, 我想沐浴。 爹爹抬头看一眼日光, 说道, 此时正午, 没有那么严寒, 但是仍需注意。 他让我自己去角落换下我的衣裳, 再裹着他那件满是补丁的就衣衫出来。 他在河边的林子生起火。 这一路, 我们护着火折子, 甚少用。 每天最多用一次, 那就是睡觉时, 可防野兽, 可取暖。 这么早就生活, 倒是少见的。 这时候, 他拿着我的衣衫, 拎着我去往河边, 说道, 你先跑跑, 一定要等感觉身子热乎些, 再慢慢下水, 洗得快一些。 嗯, 我乖乖地点头。 我裹着爹爹的大衣服, 跑跑热身, 风一阵阵地吹, 衣服飘燃。 有点仙女的感觉, 衣着破衣衫的仙女, 嘿嘿。 爹爹在河边洗完衣衫, 凝干之后, 回到火堆前, 用火烤衣衫, 扬声嘱咐我, 福宝, 你只能在河边耍, 别到河中。 洗完还是裹着那件衣服过来, 知道了, 爹爹, 我沐浴洗头, 又冷又舒服, 我裹着衣服走过去, 想让爹爹帮我穿衣服, 因为我跟着张富贵夫妇最得宠的时候, 我的衣服都是他们帮我穿的, 爹爹。 然而, 爹爹转过身去, 只将我的衣衫递给我, 去角落穿好你的衣衫。 哦, 我有些失落, 可是, 我换好衣服过来, 爹爹就立马把我拖到他怀里, 拿着他刚才一并清洗的外衫, 盖到我的小脑袋上, 动作娴熟温柔, 又迅速地给我擦头发。 爹爹, 我抬眸看他, 哟, 他垂眸, 眼中带着笑, 戏血又骄傲, 之前黑瘦黑瘦, 脏兮兮地, 瞅着只觉得五官俊俏, 没想到这一洗干净, 我家这小福宝, 竟是一个小美人披子。 爹爹, 美人披子是什么? 夸你天生皮相好看, 他继续擦拭着我的湿发, 说道, 不过, 天下红粉骷髅诶, 你除了美貌, 还要那有修德, 做一个灵魂有趣的女子。 我小手挠挠头, 爹爹, 我读书少, 听不懂哦, 爹爹不由地一笑, 试试, 等以后教福宝读书, 这些道理啊, 再慢慢地跟福宝讲。 我点点头, 带头发被擦得差不多, 我抬眸看他, 爹爹以前给别人擦拭过头发吗? 好娴熟地擦头发动作呢, 爹爹的神色一正, 那一日, 爹爹突然变得很沉默, 他没有说话, 可是我觉得他的身上处处诉说着悲伤, 我不知道他怎么了, 只能默默地地陪着他赶路。 北六州的州门, 深时三刻关闭, 我们于正深时进州门, 爹爹询问路人, 直奔菜市口, 然后凭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 将山鸡说得跟天鸟似的, 说等小母鸡长大, 每天可以下五个蛋, 吃了这种山鸡的肉, 既能美容养颜, 颜年益寿, 还能补肾, 让男人夜里猛如虎。 虽然我也不知道什么是补肾, 为什么还要猛如虎, 但是我知道那肯定是好的, 因为那个寻驾的胖伯伯听到这一点, 眼睛骤然一亮, 他立马大方地掏出五两银子, 跟我爹爹买下那只大公鸡和小母鸡, 我也终于知道, 爹爹为什么不辞辛苦, 背着养着这对山鸡道就在, 为了赚第一笔活命钱喽, 拿着五两银子去换开碎银和一部分铜板, 爹爹拉着我, 高兴地说道, 走, 带你去吃好吃的。 我们往吃喝的小摊贩街道去, 路过各种吆喝卖东西的摊子, 我悄悄地擦了又擦口水, 再擦口水, 衣袖子都湿了, 爹爹肆意地取笑我。 我仰头看他, 不怪福宝, 实在太香了。 爹爹认真地点点头, 嗯, 怪他们做的美食太香, 害得我们家福宝流口水了。 中间经过水洼, 我们绕开走, 靠近旁边的一家肉饼摊。 正走过去, 就听到身后侧传来一道叫声, 喂, 小乞丐。 我和爹爹手牵着手, 没有理会。 喂, 穿得破旧的那爷俩乞丐, 喊你们呢? 这时, 我转过头, 对, 就是喊你们, 一个满脸胡子的大叔, 拿起篮子里的两个肉饼, 朝着我们丢过来, 啪击一下, 肉饼就掉在我的脚边。 他冲我们哈哈大笑着, 说道, 吃吧。 爹爹拉着我, 说道, 福宝, 走。 可是, 我没有动。 我甚至正开爹爹的手, 弯下腰捡起那两个肉饼。 福宝, 爹爹的声音很冷沉。 此时, 我却拿着肉饼, 走过去放到那大叔的摊子桌上, 抬头看着他, 说道, 大叔, 虽然我们穿得破旧, 但是不是乞丐。 我想你应该也是出于好心, 但是你可以把肉饼留给真正的乞讨者。 我说完, 走向爹爹, 爹爹露出一抹笑容, 牵起我的手。 临走, 我又转过头, 冲着大叔说道, 我爹爹是秀才, 大叔, 你看人可不能光看外表哦。 嘿, 小丫头骗子, 还挺有骨气的, 大叔轻哼。 我和爹爹继续往前走, 爹爹笑着说, 福宝是一个君子了。 为什么呢? 因为君子不识接来之识, 福宝没有识接来之识, 是君子也。 客官, 来一份面汤吗? 热乎乎的哟。 我们在街尾经过一家小面馆, 面馆的老板朝着我们吆喝着, 公子, 带着闺女呢? 来一碗面汤吧, 三文一碗, 便宜好吃。 面收钱, 汤免费, 随便加。 我的脚步, 慢慢地停下来。 福宝, 怎么不走了? 我满心满眼只有香喷喷, 热乎乎的面汤了, 耳朵嗡嗡嗡的, 已经听不清爹爹说了什么。 老板, 来一碗面汤, 爹爹牵着我往面馆走。 我回过神, 眉开眼笑, 谢谢爹爹。 小蝉猫, 爹爹笑着摇摇头, 却牵着我入座。 一碗满满灯灯的面汤, 面多汤少。 爹爹先吃, 我将碗推到爹爹面前。 爹爹又推到我面前, 笑着说道, 我不饿, 你吃吧, 免得你一路流哈喇子。 怎么能不饿呢? 爹爹和我都好久没有吃上一口热乎的了, 我盯着热腾腾的面汤, 忍着不流口水。 爹爹笑着将筷子递到我手里, 那福宝先吃吧。 此时, 老板端着一碗汤上来。 他看着爹爹, 笑着说道, 我刚才说的, 面要钱, 汤免费的, 随便嫁。 我爹点一下头, 多谢。 谢谢老板, 我高兴地伸出手, 轻轻地拉过那碗汤, 用筷子捞面条放入这个碗中。 爹爹, 你吃大碗, 我吃小碗。 这样, 我们爷俩谁也饿不着了。 这一次, 他没有推辞。 可是, 我们离开的时候, 爹爹将铜钱叠放, 一共留下六个铜板。 那是两碗面滴钱。 离开之后, 我问爹爹为什么。 爹爹说, 那老板给的面, 比两份的还多。 我点头, 老板真是个好人。 爹爹又说, 可是, 他穿着的一双鞋子鞋面 已经老旧, 且边缘裂开了。 那, 那是不是说明他也是很穷的? 爹爹摇头, 说明他不仅不富裕, 还失去了妻子。 啊? 爹爹说, 以他年纪早已成婚, 开面馆养家糊口。 可是, 若他家有娇妻, 必定不会让他斜面裂开, 都不为他缝合。 爹爹, 你好心细呢? 我都没有注意到, 梁国京都在北四周, 又称四都。 我瞧着爹爹的黑气, 已经淡得几乎看不到, 他的命数真的逆转了。 小福宝在乐呵什么? 我觉得我们已经越来越好了, 高兴啊, 这么开心的话。 那就给小福宝做两身新衣裳吧。 啊? 新衣裳? 我从来没有穿过新衣裳。 身上的这一身衣裳, 是养母用她的旧衣裳给我改的。 走吧, 我们去买布。 爹爹花四千银子, 买一匹金布, 一匹粗布, 又问布庄掌柜的买了六身旧衣裳。 旧衣裳都是富人家不穿的衣服, 急不值钱, 不分大小, 六身才花五十文。 我问她, 为何买这么多衣裳? 我们到京都就入冬了, 急冷。 我们没有在路上饿死, 当然也不能被冷死。 有道理。 但是, 我没有想到爹爹又花巨资买了一头骡子。 买骡子送骡车, 何算的哟? 小骡子花四两银子。 爹爹赚来的巨资快花完了。 后来, 爹爹买半斤盐, 十斤米, 百斤棉花, 以及针线, 剪子等等。 爹爹, 还有多少钱? 爹爹笑着, 递给我三个铜板, 小福宝, 我们家的钱都给你保管了。 我拿着三个铜板, 愣了愣, 败家爹爹。 买骡车的好处就是不用走路。 爹爹说, 因为骡子不能繁衍后代, 所以比起马匹便宜得多。 坐在骡车上, 我们一边赶路, 爹爹一边坐衣裳。 偶尔, 他还教我读书十字。 经过游水的地方, 我们就休息做饭。 爹爹用旧衣裳, 弹入结结实实的棉花。 以经布外包, 绣上漂亮的花纹, 做出从外表看, 就是全新而独一无二的新棉衣。 与此前的桃荒不同, 从北六州到北四州的一路上, 我们走得不慌不忙, 历时二十三天, 终于到北四州, 京都。 此时, 已是冬季, 爹爹给我才做了两套棉衣, 一套礼衣。 他自己也是两套棉衣, 一套礼衣。 剩下的一些粗布做棉被, 一张大的给他, 一张小的给我。 一百斤棉花, 盒布就衣裳, 使用的剩下边角布料。 爹爹又拿来拼凑一番, 做出一大, 一小两双不斜。 我的书生爹爹啊, 无所不能。 而此时, 爹爹头顶的黑气早已散尽, 紫红色的气韵颜色, 变得更深。 虽然我们没有被冷死, 但是手里确确实实只剩下三个铜板。 我觉得接下来的日子, 要流落街头了。 然而, 进入京都之后, 爹爹就赶着罗车去东街。 他说, 那是京都贫民窟, 但是治安很不错。 我看着他, 感到很奇怪。 爹爹, 您来过京都吗? 他摇头, 笑容带着一丝神秘。 小福宝, 这个世界其实是一本书, 我呢, 我是穿书人士。 啊? 哈哈, 逗你的, 小丫头, 她揉了一下我的头, 继续赶车。 到东街居民区, 我们挨家挨户地问。 终于。 问到一户 有小后院出租的人家。 哟, 带着闺女呢? 可不是, 日子不易, 大娘, 月租您再少三个铜板吧。 我回头还能给我闺女 买个热乎的肉饼吃。 哀行吧, 五十文, 可不能再少了。 多谢大娘。 我也忙跟着说道, 谢谢阿婆。 哟, 小嘴, 小嘴甜的。 可是, 我爹只给她三个铜板, 说让她明日 再来取剩下的租金。 原本, 大娘不情愿。 可是, 我抱着她的手哀求, 阿婆长得跟菩萨一样好看, 对我们也好心, 我们不可能失信的。 哎, 你们这爷俩呀, 行吧, 明日晌午, 我过来取租金。 谢谢阿婆。 我们收拾一遍就小院, 铺好炕, 将东西安置好, 把院门一锁, 一起出门。 爹爹, 剩下的租金怎么办? 卖骡子。 买骡车, 可以边赶路, 边坐衣裳, 省老多钱, 又轻松。 如今, 我们已经到目的地, 所以就卖骡子。 此际, 妙灾。 虽然一路上艰辛, 但是正常身体的骡子, 吃的屁股都肥圆了。 买骡子送骡车, 不要十两, 不要八两, 只要五两五。 早到早得, 看谁手快, 错过就没有了, 爹爹站在 卖猪狗牛羊马的地方吆喝。 爹爹, 您很像一个黑心上犯, 小孩, 会不会说话? 有你这么说你爹的吗? 我吭哧吭哧地笑着, 铁招路都没有人看到, 您觉得丢脸, 这么大庭广众之下吆喝, 就不觉得丢脸了吗? 这叫大丈夫能屈能伸, 他说道, 可是我不想他吆喝, 别了。 您是书生, 不如, 让我来吆喝吧。 爹爹想了想, 点点头, 也行。 然后, 他走到远处, 我站到骡车上, 扬声吆喝道, 大爷大娘, 亏本卖骡子, 千万别错过。 只要五两五, 数三生, 就要变五两八了。 卖骡子喽, 胖乎乎的骡子, 买骡子送骡车。 哟, 小孩, 你家大人呢? 我抬眸, 看着我爹爹, 不知何时, 他脑门上裹着一块布金, 遮头遮脸的。 我家大人去买东西了, 一会儿就来, 真的买骡送骡车吗? 这骡车, 看着很新, 京都买这骡车, 可不便宜, 当买骡车也要二三两了, 可不, 亏本卖了, 这天气, 冷的喽, 早卖了, 早回家吃饭, 那你五两五, 我买了, 我爹爹说道, 我买, 一个大叶冲上前, 一把推开瘦弱的爹爹, 看着我说道, 小姑娘, 我出五两八, 我买, 好了, 我看爹爹一眼, 一脸遗憾, 刚才你犹豫一下, 就在被人抢先了, 话落, 我又看向大爷, 笑道, 驾高者得, 恭喜大爷, 这肥罗和罗车都归您了, 爹爹看向大爷, 他拿得出钱吗? 我可是带着就赢, 爹爹穿着一袭新棉衣, 瞧着一点都不穷酸, 大爷闻言, 立马掏出钱, 六两, 找钱, 大爷, 您稍等, 我接过钱, 跑去旁边买二十斤你, 把银子找开, 大爷, 找您二钱, 您慢走, 我们父女俩到角落碰头, 然后去菜市街买东西, 小鸡小鸭, 菜子儿, 活鱼, 猪肥镖, 新锅, 新碗筷, 笔墨纸燕, 制备得满满灯灯的家当, 一下子就花去二两多, 晚上, 爹爹炸猪肥镖, 炸干的油渣, 配着猪油, 每每做菜就放一些, 香喷喷, 炸完肥镖, 开始做晚饭, 小福宝, 洗洗手, 开饭, 小木桌上, 一道豆腐红烧鱼, 一道鱼头冬菜汤, 两碗米饭, 来, 闺女, 敞开了吃, 爹爹夹鱼肉, 放到我的碗里, 我冲他一笑, 也豪横地豪一嗓子, 吃, 爹爹的厨艺堪称一绝, 香, 好吃, 爹爹笑着说道, 香就多吃点, 今晚我们是豪横二人组, 嗯, 我和爹爹, 每人吃两碗米饭, 我用小碗, 他用大碗, 夜里, 我和爹爹各自沐浴完, 我吃饱, 洗净, 盖着我暖和的小棉被, 舒舒服服地准备入睡, 突然, 爹爹问道, 小福宝, 你的养父母, 为什么遗弃了你? 我转过头, 在黑暗之中, 望向炕的另一头, 我没有保留, 将我的身世全盘拖出, 包括养父母遗弃我的身, 你恨他们吗? 谁? 爹爹说, 你的亲生父母, 和你的养父母, 不恨, 我摇头, 语气平淡地说道, 亲生父母, 没有见过, 没有恨意, 养父母, 我感谢他们抚养过我, 遗弃我, 也是形势所迫的, 如今, 也不知道他们过得如何了, 黑暗之中, 爹爹沉默着, 好一会儿, 他轻笑, 愿小福宝, 一直如此善良美好, 爹爹, 那您的家人呢? 死了, 他回道, 我摸了一下, 因为荒年饿死了吗? 不是, 我父母早年病似的, 那您没有兄弟姊妹吗? 没有, 他说道, 倒是有一个妻子, 啊, 我惊声道, 那他人呢? 也死了, 爹爹的嗓音, 变得低哑几分, 屋内, 突然寂静, 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 只是想起了村里的大叔, 死了婆娘, 第二年, 有了钱, 又买一个新婆娘, 所以, 我说道, 爹爹, 您别伤心, 嗯, 等福宝长大, 努力赚钱, 给您买一个新婆娘, 福宝, 哎, 这个世上, 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用钱买, 比如, 所爱的人, 哦, 我想了想, 又说道, 那以后, 福宝就给您买一个您爱的新婆娘, 爹爹闻言, 久久不语, 我心想, 这下他应该满意了, 打一个哈欠, 我安心地睡觉, 桃荒树月, 按爹爹所说, 我们的生物中已经固定, 最迟矛时, 我们就醒, 爹爹做饭, 我天柴烧火, 天大亮时, 我们做好早饭, 小院子里的两块空地, 也已经种上菜籽儿, 早饭是菜粥, 清淡可口, 爹爹用石头, 堆出一个石头, 给我养小鸡小鸭, 让它们别去祸害一旁的两块小菜地, 晌午, 房东阿婆来取房租, 武器一会儿, 我和爹爹都在院中, 一人一张小木桌, 爹爹研磨, 让我练字, 他在一旁作画, 五日之后, 家里的米吃光了, 我们才出门, 但是没有去附近的菜市街, 而是去繁华的京都中心摆摊, 摆卖字画的摊子, 爹爹, 为什么要跑这么远来卖字画, 我吃完面汤, 擦了擦嘴巴, 爹爹把碗拿去还给面馆的老板, 回来跟我说道, 这里有钱人多, 有闲钱买字画, 另外, 他还支起另外一个摊子, 代底的, 代写家书, 情书, 遗书等等, 标价, 三文, 然而, 有人过来一问, 爹爹就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一天下来, 字画一幅都没有卖出去, 倒是靠着给人写五封家书, 和十二封自创的文笔华丽, 内容撩人的情书, 很赚一笔, 摆摊三天, 让他代笔的人越来越少, 字画仍是一幅都没有卖出去, 我突然觉得, 他头上代表大财大运的气韵颜色, 变得越来越深色, 很可能是我眼瞎, 看错了, 如此一个大财大运之人的字画, 怎么就没有一个人欣赏呢? 惨的咯, 之后, 爹爹又改卖画本, 几百字的小画本, 甚至是连载画本, 他取一个叫笔名的名字, 柳娘, 我问他, 为何叫柳娘? 听着跟一个女人的名字似的, 爹爹淡笑不语, 买画本的人, 却是出奇得多, 爹爹说, 你看, 我写的画本多少畅销, 我看过, 但是, 我识字太少, 看不懂, 爹爹每天写画本, 我们俩的日子倒是过得越来越好, 只不过, 我觉得他的报复, 不止于此啊, 爹爹, 难道您打算一直摆摊? 当然不会, 他朝着工程的方向看去, 好一会儿, 转过头看我, 但笑道, 等东室, 那要等多久? 还有一个月, 有点久, 爹爹却不慌不忙, 一天在家写画本, 一天出门摆摊卖画本, 买他连载画本的人越来越多, 甚至有人想见柳娘, 又有人说, 柳娘怎么都手写画本, 她的故事这么好, 跟书饭合作, 落得轻松, 爹爹笑着说, 时机还未倒, 如此一来, 倒是很赚, 很快的, 我们家从几两户, 变成几十两户, 但是, 最近爹爹的情绪, 不知为何非常低落, 她一整天都不怎么跟我说话, 有时候, 她坐在门口, 呆呆地望着不知何方, 这一日起来, 她还是没有打算出门, 我问她, 是不是没有画本脉了, 她不说话, 今日, 已经是她闲在家的第四天, 我的心里, 却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那就是, 让她出门, 爹爹, 今日出去摆摊吧, 她终于看向我, 猝着眉, 没有说话, 我坐到她的身边, 抬起小手, 轻轻抚摸她的眉头, 福宝不知道, 跌跌近日怎么了, 这般低落, 但是福宝, 今日心里, 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爹爹, 出门去摆摊吧, 呵, 爹爹猝不及防地笑一下, 我不解得看着她, 她轻拍了拍我的后脑勺, 也好, 是该向前走, 向前看的, 未料, 街上不给胡乱摆摊了, 但是, 今日繁华的街上十分热闹, 听人说, 今日大黄女出行礼佛, 经过此处, 大黄女可是我们梁国的第一美人, 我想看看, 你想替吃, 大殿下金言, 是我们平民百姓可以窥视的吗? 就是, 这叫大不敬, 我也不知道, 什么叫大不敬, 但是, 我跟爹爹说, 我也想看, 哪怕是看看皇家出行的浩荡阵仗, 亦是长见识了, 我和爹爹站在人群中, 等上快半个时辰, 传闻中的大黄女车架终于出旧, 金世卫护刑, 阵仗奢华, 十分浩大, 我跟爹爹说, 只可惜, 无法见到梁国第一美人大殿下的真容, 梁国皇位, 不论男女, 贤者可居, 所以, 无论是皇女还是皇子, 都以殿下的排行论之, 就在我话音落时, 突然一阵风吹过, 正经过我们面前的马车, 马车窗被吹拂而起, 我窥见车中之人, 妙龄女子一袭淡黄色的宫装, 肤白如雪, 美若天仙, 哇, 真好看, 我瞪大双眸, 用力地扯了扯爹爹的衣袖, 示意她看美人, 可是爹爹没有反应, 我抬眸一看, 却见爹爹目光紧紧地盯着 马车里的大黄女, 马车很快经过, 突然, 爹爹松开我的手, 一下子就扑入人群, 爹爹, 爹爹, 我连忙跟上, 却被挤开, 干什么? 疯了, 这是大殿下车架, 找死吗? 有金侍卫拦下爹爹, 他距离大黄女很远, 大黄女也不曾回头看他, 金侍卫用长枪往爹爹腰上一拍, 将他拍倒在地, 车马渐行渐远, 爹爹, 我跑过去, 扶起他, 他站起来, 仍是摇摇地望着离去的那架马车, 身边的人指指点点, 好一阵子过去, 爹爹才低头看我, 失落的一笑, 扶宝, 走, 回家, 爹爹, 您认识大黄女吗? 他没有回答, 那日之后, 爹爹没有再写画本, 他开始每日出门, 但是不带着我一起, 大概过了半个月, 有一天爹爹回来的时候, 带着一只鸡和一个猪肚回来, 他说, 给我做肚包鸡, 我没有吃过, 但是很好吃, 一日一早, 爹爹突然将所有的钱给我, 扶宝, 爹爹要进宫一趟, 啊, 我诧异地瞪大双眼, 抬眸看向他, 爹爹, 您进宫做什么? 而且, 您是平民, 如何能进宫? 我要去找回我曾经遗失的大宝贝, 什么大宝贝? 他笑着, 拿手指轻轻弹一下我的额头, 爹爹只带走他最近一直抽空写的十几页纸, 其他的都没有带走, 他说, 他已经给房东交半年的房租, 他说, 福宝, 爹爹不在家, 你每日在院中的晾衣架上, 挂一件爹爹的衣裳, 让人知道这家中有大人, 他还说, 福宝, 如果三日后, 爹爹没有回来, 那你就自抢, 福宝那么聪明, 一定可以保护好自己, 我点点头, 让爹爹放心地去拿回他的大宝贝, 愿门打开, 愿门又关上, 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在想, 爹爹的大宝贝到底是什么呢? 一定比福宝重要, 对吧? 老天爷, 求您保佑爹爹拿回他的大宝贝, 保佑爹爹三日后平安归来, 三日后的早晨, 我煮好一锅西粥, 扫干净院子, 喂过鸡鸭, 浇完菜, 从早晨等到天黑, 爹爹没有回来, 我又从天黑等到天亮, 爹爹还是没有回来, 爹爹, 难道您已经被打死了吗? 一定是死了吧, 好惨啊, 福宝不让你进宫的, 怎么就不听话呢? 什么大宝贝啊, 比命还重要吗? 呜呜, 或许福宝不该, 劝您北上, 这样您就不会死了, 我正哇哇大哭时, 有人猛拍着院门, 起初我以为听错了, 砰砰砰, 可是确实有人在拍门, 爹爹, 我止住哭声, 小心翼翼地走过去, 是福宝吗? 门外, 传来一道陌生的女人声音, 我警惕地站在门前, 通过门缝往外瞧, 一位衣着华丽, 穿金带银的大娘, 站在门外, 笑得一脸良善, 说道, 福宝, 是你爹让我来的? 你认识我爹? 我们在京都没有熟人啊, 说不上认识, 只是听命, 听命? 您不信啊, 他笑着, 压低声音, 说道, 你爹叫李忠义, 自怀林, 您大名李福宝, 小名姗姗, 对不对? 咦, 还真是知道我爹, 我连忙打开门, 请他进来, 大娘, 我爹呢? 李大人昨日就出发往南, 修缮水渠去了, 大娘笑着, 从怀中掏出一封信, 说道, 这是李大人给您的书信, 您可以认一下, 这是不是他的笔迹, 我接过信, 的确是我爹爹的笔迹, 但是, 我十字少, 还读不完全信中的内容, 我给您念吧, 好, 我把信递给他, 大娘就着信, 念道, 小福宝, 陛下特赐我为钦差大人, 前往南方主室, 暂未知归期, 陛下将派一位嬷嬷来照看你, 你且安心读书, 等爹爹归来, 您听得懂吗? 嬷嬷问道, 当然, 如此简约易懂, 我看眼前嬷嬷一眼, 客气道, 劳烦嬷嬷了, 陛下已将奴婢赐给李家, 今后, 由奴婢照料小姐, 您换奴婢张仪就行, 多谢张仪, 张仪说, 南方大汉, 陛下却得不到低成本, 一劳永逸解决汉灾之法, 故而张榜, 以求天下智者解之, 三日前, 我爹爹接下黄榜, 自此, 爹爹被金侍卫带进宫, 修缮水渠的事情, 不止一人提过办法, 但是, 陛下要的事可以不用耗费天价, 解决难题, 满朝文武, 提过许多法子, 都不成, 唯独我爹爹提出的方案, 只需原本计划二十分之一的资金, 就可修缮水渠, 并且, 他要达到的效果是, 从此再无旱灾, 亦无水灾, 陛下看过他地上的详细方案, 便要他立下军令状, 若是他做成此事, 回京之日, 并赐他官阶府邸, 若非, 若非如何? 张仪一笑, 那就没有刺官阶府邸啊, 我又问, 什么是金令状, 张仪笑了笑, 知道, 小姐, 您相信您父亲吗? 我毫不犹豫地点头, 当然, 那便没事了, 后来, 张仪告诉我, 她原是大黄女身边伺候的嬷嬷, 此番, 我爹爹去南方, 向陛下指明, 需要大黄女一同, 方承此事, 嬷嬷还说, 这很好, 李大人和大黄女, 就像彼此的伯乐, 竟是互相欣赏的, 又说, 这其实也是陛下给大黄女磨练的机会, 还说什么立处的时机, 我听得不是全懂, 只过半年, 宫里来人, 陛下赐予我爹爹一座府邸, 很快地, 我们搬到礼府, 伺候我的人, 除了张仪, 还有李一, 李二, 李春, 李夏, 张仪替我操持府中一切, 还按我爹的家书所说的, 为我请来一位学识不凡的女先生, 教我读书识字, 又过一年, 春节时, 宫里次年菜, 也有我礼府的一份, 我第一次吃到那么好吃的菜, 我给爹爹回复书信的时候, 刻意提到, 这个世上, 竟然还有人的厨艺比爹爹好, 却不忘住爹爹主事顺利, 望天下再无汗烙之灾, 爹爹离开的第三年年底, 大功告成, 随着大皇女回京, 陛下龙心大悦, 无需尽是吉地的身份, 破格提拔我爹爹为户部郎中, 望他继续为朝廷效力, 造福于天下百姓, 除却修取剑霸的大功, 往后三年, 我爹爹更为兵马鞭统, 提出极好的意见, 让梁国的兵马逐年变强, 厚佑呕心沥血地为土地制改革效力, 实行人口分配土地制度, 实就家家户户富裕, 全民勤劳致富的目标, 我十三岁那年, 爹爹已居宰相之位, 年仅三十岁的宰相, 是人人称颂的好官, 天下百姓提起他, 都尊称他为理工, 民间还流传着 关于爹爹的两句童谣, 人间有怀林, 梁国永昌盛, 同年, 陛下病重, 大皇女, 二皇子, 五皇女三王夺嫡, 爹爹力挺大皇女, 大皇女被册封为皇太女, 半年后, 皇帝驾崩, 新皇登基, 一时间, 李家风光无量, 爹爹为及权臣, 深受新帝宠信, 而我, 如爹爹当年所言, 带爹爹当了大官, 小福宝国色天香, 大富大贵, 番外偏衣, 小姐, 这大冷天的, 怎想着来这里, 我的小丫鬟青损, 在人群中护着我, 我却一点都不怕被人群挤到, 横竖走丢不了, 许多年前, 我和爹爹在这一条街, 摆摊卖过字画, 真的, 老爷摆摊卖字画, 青损瞪大双眼, 说道, 谁买到老爷的字画, 如今岂不是赚大了, 谁人不知, 理工一字难求, 更别说一幅字画, 我低笑, 摇摇头, 可惜了, 竟是一幅字画都没有卖出去, 画本却是卖不少, 我十二岁开始, 继承了爹爹的那个叫柳娘的笔名, 继续写画本, 又与书饭合作, 这两年, 写出不少就连爹爹 也忍不住称赞的绝妙故事, 不管是家国情怀, 还是男女之爱, 爹爹说, 一个故事里的主人公, 理应有一个完整的人生, 羊肉汤, 热乎乎的羊肉有咯, 有人在前方吆喝着, 我觉得这声音有些熟悉, 可细想, 又觉得与记忆之中不同, 但是, 我忍不住顿足望去, 小姐, 你爱吃羊肉汤, 奴婢去给您买一碗吧, 青笋也顺着我的目光看去, 我望着病发微白, 买羊肉汤的一对夫妇, 摇了摇头, 不必, 我亲自去, 姑娘, 来一碗羊肉汤吗? 她抬眸, 看见我的时候, 骤然一愣, 娘子, 怎么了? 山, 她红了眼眶, 颤抖着嘴唇, 话都说不利索, 她闻眼, 也骤然抬头看向我, 你, 咦, 怎么了? 怎么这般看着我们家小姐? 你们认识我们家小姐吗? 青笋看着她们问道, 她撇开脸, 回过头来的时候, 神色已经平静, 只见嘴角一勾, 露出一抹清和的笑容, 姑娘说笑, 你们家小姐如花似玉, 穿着绫罗绸缎, 气质如松, 金贵不凡, 岂是我们这等, 穷人家能认识的? 是, 是是, 她跟着点点头, 目光却忍不住又看向我, 你, 你要来一碗羊肉汤吗? 来两碗, 我往他们身后的两张小木桌一瞧, 我们就坐那吃, 吃完再走。 很快的, 她端过来两碗羊肉汤, 慢用, 我抬眸, 看着她, 问道, 您的家中, 可一切安好。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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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嘶哑着声音, 背过身去, 她始终低着头, 没有看我, 那就好, 小姐, 您快喝, 量了三味重, 轻损说道, 直到我起身要离开的时候, 她才堪堪抬起毛子, 眼眶微红, 小姐家中, 也一切安好吗? 是, 我浅笑回道, 轻损说道, 我们家小姐, 可是宰相千金, 原来如此, 瞧着小姐的面相, 就是一个大富大贵之人, 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 你们也是, 我轻轻点头, 趁着他们没有注意的时候, 我在桌上放下一个荷包, 荷包里有两张一百两的银票, 和十几两岁银, 翻外二, 十四岁那年, 我接寄一个穷书生, 一个头顶有着跟爹爹一样紫红色气韵的俊巧书生, 书生姓肖, 明博, 我带着他去了以前住过的小后院, 这里, 因爹爹怀念, 跟房东阿婆买下, 我偶尔来小住, 如以往, 简约干净, 养小鸡小鸭, 种着菜苗, 和一些花朵, 他说, 他此番是静静赶考, 若他考中状元, 定来求取我, 我让肖伯安心读书, 就这样, 我们相处数月, 未料, 他竟然真的一举高中状元, 朝中不少大臣想要这个成龙快许, 然而, 他在朝上说, 他已有未婚妻, 不能辜负, 也心向枉之, 此生, 除了他的未婚妻, 他谁都不娶, 后来, 我爹爹得知了此事, 他想考验状元郎, 就找到他, 说, 家中有女正直妙龄, 带自归中, 若他愿取之, 便许他平不清云, 为及全臣, 谁人不知, 宰相只有一位掌上明珠, 这诱惑太大了, 可是, 肖伯毫不犹豫地拒绝, 哪怕陛下也故意威胁肖伯, 说他不娶李宰相之女, 就将他的状元之名隔除, 肖伯当即冷了脸, 说道, 若君如此, 沉溢不屑, 请殿吧, 然后甩袖离开, 待他回到小后院, 却又见到我爹爹, 此时, 他方才得知真相, 对此, 他倒也不生气, 只有些委屈, 我竟由着爹爹试探他, 待我哄了小半日, 才将他哄好了, 因我年纪上小, 爹爹让肖伯等我满十六岁, 再与他成婚, 陛下又听我爹爹所言, 将肖伯远放历练, 两年下来, 肖伯倒是没有让我们失望, 陛下极为欣赏他, 说他的优秀, 并不在爹爹之下, 将来必有大作为, 番外三, 我用柳娘的笔名, 可是, 爹爹一直没有告诉我, 为何取笔名柳娘, 我出嫁之前, 有一天, 亲自整理一遍爹爹的书房, 不经意地, 发就墙上有一个暗层开关, 我触摸一下, 打开墙壁上的一个暗层, 自此, 发就爹爹隐藏已久的惊天秘密, 一身轻衣的农家女子, 已婚妇人的发际, 站在院中的柳树下, 那画上女子, 峨眉珠唇, 娇媚毅丽, 国色天香, 那容颜, 俨然就是当今女皇陛下, 可是, 在画上, 爹爹的笔记却写着, 无爱气, 原来她就是柳娘, 此外, 还有另外两幅画, 这画中之人, 一幅是陛下身着皇太子衣装时, 另外一幅是陛下坐在龙椅上, 身着龙袍时, 无论是娇媚动人, 惊艳风华, 一笔一画, 都是爹爹藏匿着的无尽思念和, 妄念, 那晚, 我问爹爹, 您还记得吗? 多年前, 在街上, 见到马车里, 上市大皇女的陛下时, 我问过爹爹, 您认识大皇女吗? 爹爹抬眸看我, 当时, 您没有回答, 我一笑, 问道, 如今, 我还想再问爹爹一句, 您曾经认识女皇陛下吗? 爹爹神色威正, 可是, 我等了又等, 他都没有回答, 我离开前, 说道, 陛下今年就要满二十六岁, 朝臣逼着陛下内妃, 为皇室开支散业, 可是, 陛下迟迟没有, 他或许也在等, 爹爹难道就不怕, 他会等得没有耐心了吗? 可是, 朝中规定, 陛下后宫男人, 不得参政, 爹爹终于回到, 原来, 他在情爱, 和远大报复之中, 选择后者, 然而, 我说道, 可是, 有谁规定, 不能爱情和报复, 都要呢? 那一晚, 爹爹连夜进宫, 数月后, 没有那南非的女皇陛下, 传出游喜的消息, 女皇陛下昭告天下, 无心情爱, 但会延绵子嗣, 久而久之, 有小道消息传出, 说陛下, 有一位神秘的俊美男宠, 于夜深人静时, 与女皇缠绵不休, 料是谁都没有想得到, 这位俊美男宠, 就是全朝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全臣, 李怀林。